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礼拜二我们预计在晚上七点的时候会准时开始今天江春雄老师的公务讲座 全球摄影员地非常有荣幸可以协助江老师办理一个免费大型线上的公务讲座 那如果你还没有加入我们的LINE的社群 请你扫描右上方的QR Code可以加入我们的社群 那如果你还没有加入我们的FB社团的 可以扫描右下角QR Code加入我们的FB社团 我们都会同时在两个社团这边公告与摄影相关的讯息 那LINE的社群我们主要是跟大家公告 比如说摄影课程 摄影器材 摄影比赛 摄影展览 摄影资讯 或是摄影私房经典或是我们的摄影旅拍活动 都会在LINE的社群公告 那如果你有各种很不错的创作 或者是您的照片影片 你想要分享的 欢迎到我们的FB社团 或者您搜寻全球摄影员地 可以找到我们的FB社团 好的 那接下来 我们就自己推广一下 我们在明年度的1月16到23号 这个是很棒的团 冬天的雪香 就是银山温泉 战王树兵只见现八天 那会去大家去拍一些很棒很棒的景点 那当然我们在日本的用车 不是说做大众运输工具 所以省去提行李跟杯器材质库 那我们也不是搭这种就是游览车 会受到工时限制 那我们的车辆合法安全 而且不受工时限制 所以欢迎大家参加 那毕竟在明年的1月16到23号 那回来距离冬天过年还有三天 所以大家也还有一点时间 可以去准备过年的东西 好的 那这一团是 应该是 今天热腾腾刚推出来的 1月2号到13号 我们有一个孟加拉 五桌光影信仰之旅12天 那主要的拍照内容有 像是大朝拜 还有孟加拉北部的这种 很壮观很辽阔的书谷市场 还有为了要拍到这个层情 我们特地把原本的行程 可能只有10天9天 增加到12天 因为这一个清真寺的场景 只有特定的日期才拍得到 OK 那还有我们有到 孟加拉首都的南部 卡萨布拉扎跟吉大港 去拍像是她的渔村 一些画面 那我们有一位潘瑞玲女士 她曾经参加过 我们的孟加拉摄影团 那她也用孟加拉南部 卡萨布拉扎旅村的主照 获得了郎静山第19届的一拍奖 郎静山老师 一个摄影大赛一拍奖 所以说是非常可以期待的 那还有像这样的一个火车节相关的照片 也有非常经典的造船厂 跳火车 还有我们孟加拉北部的塞拉郊 所以我们这次几乎在12天里面 把孟加拉的北 中 南 这三个地方 都把它走得比较突出 那除了是杨亚廷老师亲自带队之外呢 我们的首都住四星级旅馆 在北孟加拉南孟加拉 我们都是住五星级旅馆 保证住好 那一定是最棒的餐标 绝对不会餐餐都吃很类似 或是比较不合口味的东西 一定在首都只要状况许可 我们都会让大家吃好吃的中式盒菜 那桃园跟高雄都可以出发 所以说这个 请大家可以参与 那当然我们全球摄影员地的每一团 都一定会派合格的外语领队 或者华语领队 看地区 也一定是会有合法的旅行社 承办整次的行程 这样子在保险 保障 还有履约责任险等等相关的 我们一定要给所有摄影人 最好最高值的服务 所以说全球摄影员地的团 一定都会有领队 也会有设个旅行社服务 如果你还没有加入全球摄影员地的社群 左边是我们的QR Code 可以瞅瞄进入LINE社群 右边可以进入我们的FOP社团 或是在Facebook里面搜寻 全球摄影员地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好 2月2号到15号 由我们的杨文博老师亲自带队 那当然我本身也会去 那我们就是除了去一般市面上 大家耳熟能详的罗福敦群岛之外 一定还要再加上赛尼亚岛 还有极光之都 因为这样子整个挪威 冬季挪威的景点 才会更加的丰富 大家看到像这两张照片 他就不是在罗福敦拍到的 这一张也不是 然后这一张也不是 就是当然罗福敦群岛很好 范围不大 但是相对的能拍照的点 或许没有这么的多样性 所以说我们在2月2号到15号 杨文博老师的东京挪威团 基本上已经成团了 所剩的名额不多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欢迎后面关注我们全球摄影员地的社团 我们的这个LINE的社群 我们都会在里面公告 相关的报名方式 那我们绝对会让大家尽情的拍照 绝对不会跟大家说 因为我们的车子公时受限 所以不好意思 你们的极光可能只能够在旅馆的门口拍 在旅馆门口拍没什么不好 一样拍得到极光 但是可能就少那么一点 你搭配很美的地景跟极光 但是你要搭配很美的地景跟极光 你就必须用到交通工具 这就是我们比较坚持 就是拍照的不受车子公时受限的 在于这个地方 那还有B团 就是A团结B团 杨文博老师的冰岛 我们是很经典的南部冰岛之旅 所以会把每一个冰岛的景点 几乎都走得透彻 而且我们几乎每一个景点 都会住两个晚上 增加出景的几率 不会一天一天一天换一个景点 这样子 那绝对也是合法旅行社成办 而且台湾会全程派一个台湾的外语领队 全程到尾 帮大家做服务 跟那个处理衣食住行的部分 那我们都希望 让老师跟领队可以专业分工 那老师专门负责摄影指导 领队来处理旅行社相关的事项 好 欢迎参加 再来 C团 由我们木子老师的这个 一样挪威赛尼亚岛加罗福敦群岛12天 那天数小了两天 但是该走的景点 基本上都还是会走到 那因为木子老师 他比较擅长的除了相机之外 还有空拍机 所以我这边的照片会比较多 用空拍机的视角来表现 那当然 老师的部分呢 他还有免费赠送六堂课程 所以会在预计会在一月拍 那基本上老师的缩时 全景 手机等等的都很擅长 所以说请大家有机会的话 也一定要报名 因为有时候可能你二月没有空 可能三月才有空的话 欢迎报名我们三月二号到十三号 除了这个 除了我们的这个叫做是 罗福敦群岛之外 我们还有赛尼亚岛 还有这个激光之都 所以说我们的景点会跟市面上 大家比较耳熟能响的团会比较不一样 好 那再来 三月二十一号到四月六号 由杨亚廷老师所带的 伊索比亚超深度人文摄影之旅 那原则上应该是已经成团了 那即将而满 那希望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帮我们 不好意思 这个下面这边没有改到 是我的实录 大家请忽略下面的文字叙述 我们看标题跟图片就好了 那我用口述的方式 就是我们亚廷老师的这个 伊索比亚团 我们三个人一台车 而且在国内有附两段的 国内线扳机在伊索比亚的境内 所以我们是非常非常深度 非常非常专业的 沉入到南部的一些无人区 去拍摄这个非常经典的人文 那其实尤其在疫情 其实我们就想要办 那是因为卡在疫情 所以这是应该是我们 疫情后的第一次办伊索比亚 那之前我们已经有去过 三次伊索比亚 所以其实我们对伊索比亚 还算是不敢说特首 但是还算是首席 那我们也是非常希望 可以让台湾的旅行社成办 让台湾的领队带领 有台湾的摄影指导老师 带着大家过去 在当地有专业的导游窗口 又懂摄影 另外还有熟知各个部落语言的司机 四个团队并在一起分工合作 一定要给大家最好的 这个时数跟这个摄影安排 好 刚讲到我们的是 刚讲到的是伊索比亚 好 那顺便推广一下 在10月2号的晚上7点半 会有一个杨比比老师 来跟大家分享 他都比摄影方案的一些 疑难杂症 或者最常大家会问到的一些问题 我们都尽量希望 在这天的公益讲座里面 可以帮大家做解答 所以如果还没有加入 搜寻的摄影原地的伙伴 麻烦可以点击我们的扫描 QR Code 右上角是我们的Line的社群 那右下角的部分呢 是我们FB的社团 或者是你可以在Facebook里面 搜寻全球摄影原地 都可以找到我们 那如果你个人有很棒的照片 作品影片 你想要分享 欢迎都直接在我们的FB的社团里面 做分享 那当然就是在我们的社群里面 请大家可以帮忙分享一些 与摄影有关系的一些讯息 当然就是请不要传早安图 晚安图 然后不要传与摄影无关的话题 比如说政治血腥暴力色情 那些我们一概都不欢迎 一概不欢迎 只要你有传这样的文章 可能超过三次经过警告 就会被我们请出去摄影 全球摄影原地的社群 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社群是比较纯粹 比较干净 就这样摄影的地方 请大家留意 请大家配合 谢谢 好 那还有我们目前最新一期的课程是 在10月 10月 不好意思 在10月15号 这是可以由我们的那个张志达老师 带来给大家的一个线上的课程 那已经延续还蛮久的 应该从疫情前 一直到现在的创意上班 那请大家有机会的话 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扫描这个QR Code 就可以加入到LINE的群组 那就可以后续的话 可以进行相关 可以写报名表 交费 那等待下一期开课 等下的一个报名流程 那张志达老师的学生 跟老师本身 都是非常的创意无限 而且在各大美党 都屡屡都获得还不错的佳基 那请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参考一下我们的这个 学生这样子 不好意思 好 那我们剩下一点点的时间 我们先用最快速的方式 让大家来看一下 事情 请介绍一下 好 再分享一次 好 那我最后 利用一分钟的时间呢 我这边就 不再 不再叙述事情 那因为我要 要跟老师提醒一下 时间差不多快到了 所以呢 我这边就用 就是 用这个 分享画面的方式 那我这边就 先把我的 麦克风 还有我的 视讯的画面 先关闭 那我们等一下 会准时的 在 七点准 会进行今天的 公寓讲座 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稍 稍等见 谢谢 谢谢 我再次 我再次 了 我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那我这边就要就是停止分享画面了 那稍等再请老师分享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投影片的内容 好,稍等一下 OK 好 那就是我这边先跟大家用比较简短概述的方式介绍江老师 也不是江老师从事摄影工作应该十余年,应该是五六十年以上 非常久 是台湾我们非常敬重的摄影前辈跟摄影老师 那在之前也有拿过这个世界十届 而且想说这后面让老师自己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 那我也曾经去过江老师的工作室真的是有一面墙 挂满了满满的奖牌 真的是非常令我们可以佩服跟尊敬 那这次也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可以获得这个江峻雄老师的邀请 来协办这次的公议讲座 那也希望说大家在今天的公议讲座这边 可以获得很不错的一些资讯跟收获 那我们基本上等一下的内容 公议讲座的内容都是全程会 就是我们没有开启麦克风跟达字提问 但是我们会在会后会有个Q&A问答的时间 大家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进行提问 好,那老师时间刚好七点了 那就这边再麻烦老师可以分享您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这样子,谢谢老师,谢谢 李老师现在画面看得到吗? 目前是看到江老师您的视讯的影片 但是老师目前还没有分享那个就是投影片的内容 这样子,还没有,目前还没有 好,那就麻烦江老师 现在是前屏幕吗? 现在是前屏幕吗? 现在还没有前屏幕 还没有前屏幕 对,从这个是手章 这样也可以,没问题 这样可以了吗? 可以了,没问题 那老师,我就关闭麦克风跟我的视讯 再麻烦老师,谢谢 好,各位摄影朋友 大家晚安大家好 很高兴跟各位在空中一起来探讨有关这个AI影像的问题 那么在这里我要感谢全球摄影园地的主持人李李章老师给我这个机会 那么我想呢,他刚刚也介绍过了 那么今天我要跟各位报告的就是这七大象 应该就是六大象 这些呢就是我从去年的新加坡 这个印尼还有大陆的江西的苏万学院 南昌苏万学院里面他有遭遇有被一些摄影朋友提问的 那么在这个之前我先来做一些补充 那么这里面也是所有的问题大概都是在这一段时间 他们所发问的再提出来的问题 记得在去年的新加坡的时候 我大概讲的都是我的经验跟学习的过程 那么今天呢,因为已经创作了两年多 那么有将近一千多幅的新的作品 所以呢,我今天告诉各位的 上各位报告的是有关创作的部分 或许也是很多摄影朋友想要了解的 那么在之前呢,我想再做一个自我介绍 因为刚刚主持人也是李老师这么的说明 我先做几分钟来跟各位做一些报告 我学了这个摄影呢 到今年将近有七十年 那么在六十六十多年的时候 接近六十年的时候呢 我获得了世界排名的两个奖项 世界排名呢,它有四个很重要的一个 还有一个类别 一个就是最 创作最多 竞争最激烈的就是艺术组 这个就是所谓的艺术创作 那么2012年呢 它是在全球221场里面 累积得奖的分数 那我得到的是世界排名 这个是世界排名的 这是美国摄影协会班的 那么另外一个不一样的 在我们的摄影创作里面 一个是艺术类 一个是完全是技术类 就是旅游主 那么这一年呢 刚好我也得到排名第一 有157场 那么我要介绍的意思就是说 有很多邀请我演讲或什么 比方说到新加坡 到国外 他们也是认为我是摄影师姐 摄影师姐就是六大历里面 每一年有前十名 但是呢 他们都没有看到这一份的证书 所以在介绍的时候都是 大概就是用实节来介绍 所以今天我把这两幅给各位看 不是要什么炫耀 而是说我学了60年到2012年 学了将近60年的摄影 那么所得到的回报大概是这样 另外第二张要给各位介绍就是 世界有三大的摄影团体 一个就是掌管世界排名的美国摄影学会 一个就是联合国文教组织之下的一个摄影团体 就是国际影联盟 另外一个就是摄影的发明 摄影树发明1839到今年185年 那么有170几年的最古老的就是英国王家摄影学会 那么目前世界结起的中国的这个广州的这个国际摄影家联盟 目前有40几个国家跟他联盟 换句话说他是世界四大摄影团体 那么这个是他的主席 2018年在广州召开年大会的时候 那么他颁给世界五个最高奖的奖项 天龙影翼卓越贡献奖 这是简体制 这不是我打上去的 那么把我排在第一的 其实卓越贡献我不应该摆在这里 但是他把我摆在这里 那么我要告诉各位的 向各位报告的就是 这一个很难得记在一起 这个迈克 迈克就是英国王家摄影学会的主席 接下来这里有一个艾琳娜 这个就是美国摄影学会的主席 现在已经换了另外一个主席 接下来就是国际影业联盟的尼卡托布希 这个布希是国际影业联盟的主席 当天他没有来参加 他因为到另外一个地方开会 所以由他的这个财务长来接受奖项 那么这个能够跟他们一起得奖 也是我在将近七十七十年 就2018年所得到的回报 这是给各位这样的来介绍 那么另外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在新加坡的那一场 有人提出 他说老师你在七十几岁的时候 来我们新加坡 谈活动下福 那么今年八十几岁 来我们新加坡 谈这个AI影像 当时我没有 会没有想到 只是说我很喜欢学习而已 我一直在学习 那么到这个今年的原列到 江西南昌示范学院 也是同样的被问到 没有问到 我多项目 而是说这个AI影像 应该就是年轻人的事情 为什么由我这一位八十几岁来宣导 所以我想 等一下我要是没有把这个给各位说明的话 可能各位还是会有人这样发问 那么我要来向各位报告两个问题 就是这样的 这是在新加坡、印尼 还有大陆的这个讲座 那么首先我要告诉 向各位报告的就是说 这是我的女儿 也是我的 活动下福的老师 他在美国求行的时候 拿到 Adobe活动下福的官方的证照 回到台湾 他们的代理商 邀请 我的女儿来做 活动下福的这个 译作 那么到前几年大概二十几分 那么他在建国科技大学 受邀请 教这个活动下福之后 我学了四个学词 所以我真正 把活动下福学好 是因为有他 那么另外就这个是 我们摄影界很有名的 台中书汉学院的 黄嘉胜教授 那么有一年呢 他也邀请我的儿子跟我一起 在他们的学校 谈有关 因为他在美国就进三艺术大学 学的是这个新媒体设计 那么刚好他的老板 就是他们的教授介绍到系 那么那时候呢 他们老板是韩国人 那么公司是在研究这个电脑绘图的这个工作 现在谈的就是AI 所以在将近十年前 他是在那边接触了 那么回来之后呢 几年前呢 就是两三年前呢 他就这样的来 把这个AI他们的情形 把演这个 一些演化的情形 那么跟我聊一起 从2020年的7月开始呢 两个一起呢 来教我这一些有关AI影像 到了年底呢 总共教我大概有 给我八个版本 其实现在有二十几个版本 但是都差不多 所以我学了这个八个版本 这个AI影像之后 那么这个2023年的一月份呢 我就开始可以创作 也就是说 我弱了半年的时间 学了八套 那么我不是很厉害 而是说 刚好后面有两个老师呢 他不愿其管的 可以来教我 是这样的 那么我今天呢 就开始把 主题呢 来告诉各位 首先呢 啊 为何要踏入摄影界 不是说我 而是 我跟你 也就是说 就是说 在现场目前的 每一位摄影朋友 当初 为什么要进入摄影的 这个 学习 因为摄影它的第一个时间 它能够吸引我们 就是说 它的快速 它的这个 美感 它的逼真啊 真的是 对我们很大的诱惑 踏入了这个摄影界 我也是这样 但是你当你 踏入了摄影界之后呢 未来要学习 影像创作呢 在传统底片的时候 几乎是 南上加南 除了郎建山郎大师的 极景之外 几乎都没有 也就是说 在 传统底片的这个 创作里面呢 他怎么在 摄影前的 设计 也就是说 有很多人说摆拍 那么在这个 摄影前的设计 比方说 这个 场景 时间 光源 这个 被拍体 model的这个 服装 表情 换句话说 摆拍者 他是等同一个 影像的导演 很多人他 那 不屑 这个 摆拍 其实那是跟拍者 通常摆拍是 创作者 他是导演 那么 旁边一大堆五个 十个 一百位 他都是跟拍 但是当 他们有一天他会担任 这个摆拍者 所以这个就是摄影 以前 之前 我再来讲一个 我们最简单的 好了 当我踏入摄影界的时候呢 他 洗了很长的时间 不管是晴天夜晚 上山下海 还是 为什么 最简单的 在画面上 如果你想要一只狗狗 的出现 你想想看 好几百种 狗类 什么颜色 大小 他要出现的动作 往前往后 正面 几乎没有办法加异 这就是摄影 一直没有办法 做很自由的创作 因为摄影是由 这个机器来 来成像的 不是一般的艺术用 徒手的 他随便可以挂 什么样的颜色 什么样的大小 什么样的这个品种 都可以 但是摄影没有 但是摄影呢 他是要 花很多时间去学习 要花很多时间 很多功夫 上摄影的课程 那到第一现场去实习 但是呢 还是很难拿到 你想要的这个影像 那么自从1990年左右的 活动下午 除了这个影像处理 出来之后呢 慢慢慢慢的 让摄影呢 又有了转机 但是还是很难 今天我要特别 跟各位报告的就是说 当AI的出现呢 就是要带我们进入 艺术领域的创作 因为现在的照相机 已经是全自动了 所以呢 不管是谁 那不管是谁 拿起相机 他都可以拍出一张很漂亮的照片 但是 如果要学到创作 也就是说 每一幅照片 要有你自己的想象 有你的这个 所学的这个工夫 然后加上你自己的 背景 想象来创作一个不一样的 这就是创作 那么今天的AI出现呢 也就是 能够带你 进入艺术创作的领域 但是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要如何把AI 拿来当作我们的工具 这个才是最重要 那么 目前的AI影像呢 它可以帮助我们哪些东西 哪些问题 啊 我接触了很多摄影的朋友 他说 那AI的影像 都可以做得那么好 那么逼真 那我们摄影是不用再拍了吗 不是的 我 今年 从今年开始 今年呢 我就到了很多地方 除了台湾地区之外呢 我还到了本岛之外 还到小琉球金门 那么大陆呢 也到厦门 也到 江西南昌 那日本 我也去了 到 日本的琉球 仙台 还有 8月份 到 美国的西雅图 的 皇室公园 拍了16天 这些就是说 你当你有了AI影像的时候 你还是要继续的在拍照 就是你还要层次一切时间 因为你已经 可以跟AI影像来对话 所以你必须要拍一些 除了传统的拍照之外 你还有一些 可以借助于AI的工具 来帮你完成 也就是说你要有这样的一个 他来帮你拍这些做这一个完成你想象的作品 所以AI的出现呢 不是我们摄影就不拍 而是你要拍的更多 只是说你要拍的更精 你才可以好的作品出现 那么AI的影像 目前可以帮助一些普通的 Photoshop可以做的之外 它还有几个问题 非常重要 第一个就是说 你到不了的地方 或是需要特权的地方 你以前这些根本没有办法拍照 比方说你要创作 创作什么 创作外太空的 阿环塔就是这样的概念来创作的 那我们摄影以前没办法 绘画的就是徒手可以凭着想象 凭着自己所了解的一些族性 去想象去绘制去雕塑 但是呢 摄影没办法 但是AI出现的话 已经能够帮我们做一些到不了 或是需要特权 需要特权的地方很多 各位想想看 比如说火灾的现场不能进去 有一些飞机场不能进去 有一些其他的生态保育的进不了 这一些你都可以用AI影像 来帮你做第一时间的第一现场的这个影像 这个方面已经帮我们做了很多 第二呢 你需要花费大量金钱或时间的地区 比如说有很多人到北极南极 这一花费的话是要太多了 那么也要花很长的时间 那么这一些你如果没有时间 你就不要创作吗 那你也可以创作 这些是AI可以帮你出现在第一现场 比如说我没有到富士山 我想要富士山的影像 他可以帮你出现一个非常美的富士山 但是这一个影像是大家都可以随时取得的 没有版权 你要将他给你的影像 然后用你的想法 我在这里想要突显 想要表现我对他的看法 为他的这个季节什么的都有想法 这个就是说他AI他不能创作 但是他可以帮你实现你想要的一个第一现场的场景 第三呢也是蛮重要的 我们经常看到很多摄影作品出来的时候呢 他最担心的就是肖像前的问题 所以呢在拍照的时候 我往往看到带来面剂了什么的 那个都是很担心这个肖像前 那么今天之后呢 AI影像之后肖像前已经 没有这种肖像前的问题发生了 比方说我要一个 一个印度的少女 印度的人像好了 女性可以从一岁到老年 男性也可以 那么这样的话 你随时都可以取到很棒的这个肖像 这个就是肖像前的问题已经帮你解决了 那么我为什么在这一段时间 学了花费那么多时间 也学了那么多的这个影像的创作 为什么还不想自己来享受一般 还急着来推广 即使是这样的 因为我今年也是八十多岁了 那么这个影像的这个革命呢 这一次呢是跟上一个世纪的电脑影像一样 上一个世纪的电脑呢 它已经改变了我们的人类的生活 这一次的AI呢 它更进一步的做了一个很大的调整 所以呢 在我们影像方面呢 它也不例外 所以我不希望我们的摄影呢 在这个AI影像时代跟不上 还是要跟时代 啊 并行去进步 它提供我们 我们把它当作这个啊 我们的工具 最重要的就是说 它给你的影像 或许只是玩一玩 但是最终 你还是要把你的影像 用你自己的想法 做如有的作品 这样的话 这个作品才是有版权的话 那不要希望各位呢 在这个第一时间呢 不要去使 这个是我一直这样的认为 那么今天我提供呢 大概就是从拍照 还有经过多次的检讨修饰 结果之后 对照的图像 这些呢 就是说原来的照片 只是第一个出稿 那么以前我们一直在 羡慕徒手的 它可以修改修饰 检讨再修改 那么现在呢 我们的这个影像 透过AI的工具呢 已经可以这样检讨修饰 到完全 你满意为止 这个就是 AI的好处 那么最后呢 因为你用了心思很多 AI它本身目前还不会创作 都是要由你来指定 由你来掌握 所以呢 它等于就是我们的创作的一个工具 如果它的影像 呈现给你那个图示 那就是一个大家都可以 当落到一个没有版权的 那最好就是把它转换成我们自己的东西 那么还有一部分 我今天大概也提供大概有 大概有一部分呢 几十张到一百张左右的新的装作 就是新的作品 和大家分享 因为这么多是 这个原来在2013年的演练 设定是一天要创作一张 但因为越来越熟练之后呢 现在可以创作很多张 那么就是提出一部分来跟各位分享 那么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的话 可以上网到我的这一期 这个美术馆 网络美术馆 这是影业公司帮我设计的 那么里面有很多 还有最新消息里面有很多篇 有关摄影的观念的报导 请各位多多指教 那么我现在就开始来 把今天的这个 要给各位报告的 跟各位分享的 来毫无保留的 来给各位做报告 目前这个AI影像可以帮我们做的是相当的多 比方说像这个是别人的 这就是网络呢 你可以进设计 如果设计你的这个房间 设计你所有的 只要跟设计有关的 他都可以帮你做 像这个 电影的海报 电影的这个海报设计 都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逼真 像这个 你不能去到的火山的这个现场 那么他可以帮你做火山的这个 跟闪电 这个也不是我指定的 就是说这一些你都可以做 那么像这个 这看起来好像是欧洲的古城市 那么大概就是18世纪的 那么这一种他用这一种 幻房的这一种影像 然后呢 连这个服装呢 也是当时的情形的出现 这个都是AI影像绘制的 那么这一张我想呢 也是这一个好像也不是我 我所指令的 就是说这一位我们可以看出来 应该他所谈的就是地球的暖化之后 影响到北极熊的神代环境 应该是这样 那么他就给你这一些图像 如果你认为这样满意的话 这一张不能用 因为这一张是大家都可以当 你要从这里 从你自己想象 你为什么要这样 你自己再去设计更精彩 按照你的想象去做 像这个你看都是不错 这个怪手在做整理这个 好像是 危气的现场 或是公敌的现场 故事的现场 这都是像是这一种 朝现实的这个 设计的美感 他都可以做 所以目前的AI影像 几乎可以做到你想什么 想要什么 几乎都可以 只是这一些没有版权而已 像这一种超现实的 凭想象的 像这一种都是这么的经典 那么在这里给各位报告的就是说 肖像前的问题已经被打破了 你要这个什么样的人 比方说日本 台湾的大陆 还有非洲的土著 你要几岁的 比方说十岁左右 或是少女 或是美的 或是丑的 法型 都可以 如果你想要工人的话 他一下子给你这么多 随时都可以取到一张 都不用肖像前 所以这一件帮我们圣经 已经做了很大很大的改变 所以你不得不去了解 不得不去去学习 这是一个不可逆的时代 已经来临了 好 那么我今天要开始来 给各位做我的这个 创作的一些心得 在今年的过年 很多摄影朋友都给我 一个恭货心识的图像 有很多是自己设计的 非常棒 有些呢 他是从网络抓不下来 为什么知道 从好几个都是一样的图像 那第一天呢 我没有会议 我只是想很忙 既然是这样的话 就回一个新年快乐四个字 但是到当天晚上 觉得这样很不好 因为他们给我的都是图像卡片 我给他们只有四个字 所以那天晚上 我就开始从这个AI影像 去给他设计一个背景 结果设计出来这一张 在手机看的时候 他的这些线条吸引了我 相当不错 但是呢 当我把它放在电脑的时候 才了解 这一张 在我们的平面摄影的平面艺术里面 他的这个缺点很多 比如说在这个这么好的线条里面 多了这样的话 非常的突兀 没有办法 后来我想 这个沙发对我来讲 非常的不错 那如果说用这个 然后这里的天窗 中 又有一个引导的线条 如果我把它当做我的素材 把它修改一下 用摩托像 应该是不错的 结果就变成这样 那这样的话就已经接近不错了 那么在我的学习当中 如果遇到这个少女人像 或是这个 反正跟少女有关的 总是要让他纯洁的这个形象 因此呢 我让他做一个全 前面的高色调 就是纯洁的味道 看着 然后呢 就把自己所拍的这个 人体的妈都放在这里 那么这个地方呢 这一张是 虽然我稍微有做一些变形 但是呢 还是有牵涉到肖像前 后来我第二时间 我就把它改为用 从网路抓下来的这个 肖像前 肖像 这张是没有肖像前 那么那一天晚上 我就用这一张来回 那么这一张就是有摄影 还有加上活动像头的PS 活动像头 然后加在AI 帮我处理了这个图像 所以 这个呢 就是告诉你 现在的AI 能够帮我们做哪些事情 从我们自己的想像拿到的东西 变成我们自己想要的 这个就是目前AI的一个 要不要学习的这个 这个动性 就是说 他帮我们做了哪些 那么接下来的这一张照片是这样的 在这个东北的时候呢 我们拍的时候 这里是 这里是河沟 因为大雪这么的 这么的厚啊 那么只有在桥上可以往这边拍 拍出来的时候呢 把这个我们的要的这个房子呢 全部遮住了 那么 这个回来的时候 你如果用 火头下火来做的话 应该 要花很长的时间 在这个地方 会很难的做得非常的 这个 自然 那么现在的AI呢 影像可以帮我们很快的 帮我们把所有的这一些障碍都拿掉 而且他补的是相当相当的自然 几乎跟原貌是一样的 这一张也是一样 比方说 如果你这一张是要这样来创作 台风过后的话 当然没有问题 如果你想要进一步 用把这个折住掉了的话 这个很难 这个要花非常多的时间 那么现在的AI 很快就可以把这个取掉了 这个就是我们要写的部分就在这里 那么这一张就是在这个水里 水里呢 往九族文化村这一边 那么我们会要走这个线道 那么走线道的时候呢 那一天呢就是刚好下大海 那为了要凸显这一些枯的树枝呢 我用的慢速度 让这一些凌乱的这个水活呢 变成这样污状 能够把这个主题凸显出来 那么这一张顶多就是有这样的摄影技巧 但是没有环境交代的清楚 那么现在我用AI呢 它可以帮我 恢复到更美的一个场景 主题还是呈现的 但是背景环境交代的更好 好 同样在水里 水里这个地方有在泛洲 这因为水很清澈 所以在泛洲相当不错 那么拍完之后呢 我认为如果用AI 把这个场景变成更大的一个环境 像大海一样会更好一点 这是AI帮我们 我还是用我的作品 我的照片来完成的 那么这一张的冲浪呢 原本我们以防在拍完之后 这一张是应该是丢掉了 是没有用来删掉 但这个动作相当不错 而且它的头呢 跟后面的水呢 分割得很清楚 我要去背了我很容易 所以我把它留下来 那现在呢 我用AI让它呈现 不用去去背 马上就变成非常壮观的一个图像 这些都保留了 那么AI它方理加出来 接下来有一年到这个黄河的这个黄土地那里 那么临时十几分钟 匆匆忙忙就拍这样 没有办法去设计非常好 那我想呢 去的时候这个雪呢 这个地方不够不够美 那我想如果能够让它把环境加大 是不是好一些 这样 这里也不会有压迫的感觉 因为当时真的这个地方是很狭窄 你现在全部都把整个画面呢 完整的交代 尤其夏雪楼这个地方 它交代的更美 更美 那么这到浙江啊 拍了这一张照片呢 我为什么这一次特别出来当做教长 因为现场这里 因为当时很昏暗了 方圈大概开了2.8 所以这里非常地模糊 那么也是只有这样 我让他来恢复眼貌是不是可以 这里都清楚 这里都清楚 刚这里焦点都没有对好 这里的给我的都很清楚 这是在浙江 浙江拍这一张照片 应该就是用主照 通常我们在拍照的时候 像这一种 没有办法交代清楚的话 要用主照 不然的话 不晓得这一些人在做什么 那么现在要用AI来恢复 他的眼貌是怎么样 我原来是在这个做这个加工的 在捡这些疑惑 就是这里是加工工厂 把整个环境都交代了 那么这一张也是在浙江 那一次的交流 前面这一位导游走得很快 那我也是走得很快 我看了这里 非常的亮 这里刚刚有这个时间 非常地不错 就拍这样 那这是我们以前 最多怎么拍这样 那么现在的AI就是说 你有你的想象 我要让他在什么地方 花生 比方说我要让他在高山 那比方说再让他在某一个地方 后来我想啊 让他呈现在欧洲的这个古迹可以吗 可以 就变成这样 原本是这样的 所以AI他帮我们做的事情 就是这样的事情 好 那这 这几位呢 看起来很凌乱的 其实这是一个菜圆 这个就是很多人在这边 往这个沙子 那么主题就是 这一位奶奶带了两个小朋友 在玩 就是这样 但是这里 比较凌乱一点 不要让他干净的话 是在海边 可以这么做 这都是由我们的照片来做的 那么在 到纽西兰 纽西兰这个地方 它是长条的国家 所以要做很长很长的时间 那么很长的车子 我们都在车子上 这个车子上往外拍 那么一路上看到很多高山 因为这个地方呢 他这个下雪的机会 我们去的时候下雪 很多高山都下雪 那在车子上拍的这样 也顶多是这样的画面 那么我想呢 为了要张醒这个是在纽西兰 让它呈现 一个很高的高山 那是这个 这个 山脚下 其实我们在搭车的时候 就有这样的画面出现 但是就是没有这么好的机会 那么刚好就是可以 好 接下来这一张也是在纽西兰的 这个 晦气的 这个 应该是 金矿 那么我在 这个地方我拍了一套准装 但是我有一些照片呢 有些照片 不能组装 组造的话 你要让它呈现一张 可以 这一张是不行的 从这一张来让它呈现 一股就是 这个金矿 这样的话 一定要用组造 这样的话就可以用一张来呈现 就是我们摄影的表现技巧里面 它有这样特别的 好 接下来这一张是在 这个 奥地利的这个 萨尔斯堡 萨尔斯堡这个环境很漂亮 那么在维也纳跟萨尔斯堡中间有一个拎子 这个令子他办了一个国际相当有名的 这个世界相当有名的就是超级的这个摄影比赛 那么这个摄影比赛呢 他每一年了 他的这个参加 参加了大概有将近 国家间一百多个 那么他这个参加位是四十五块 你仅四十块 但送了两本的这个摄影的书呢 物钞手组 从排版印刷跟里面作品所呈现的 你绝对会超过两千块钱以上的这个价值 那么我到那边领奖那两次 另外一次就是总共三次 另外一次就是 斯洛维尼亚的美术馆聊天展 那么三次都有到这个萨尔斯堡 有一次电影这个真善美就是在这边 但是我们去的时候几乎都是十一夜 三次都没有下去 都有残血 那么我让他这个都残血 就下四个腰子 就不一样了 不一样 这个就是AI能够帮我们做很多事情 但是你要了解 你要去学习 这是在冰岛 我们到冰岛的时候 这里我用的是Z-Pig 为什么我没有拍RODA 因为当天你笑得很大 我怕我的照相机零坏了 那么也不想 也认为没有好的东西可以拍 所以呢 当天我穿了影音也拍了这两位影音 就这样刚好就拍这样的照片 那这样照片算是很重要 让我借着这个AI影像 让他来恢复我想要的 是我想要 我要让他变成景天 我要让他多一些 场景都出来了 这个就是在这里 原本 叶佩格影像都不是很锐利 这个都没有像 没有解释度都不好 经过AI之后 他的解释度色彩都完全改观 好 这一张我想你们都有去过 但不一定有拍过 我当时拍这个的问题 是做主照 就是那个野流的这个颜色 但是在用AI的时候 我认为这一个线条跟这里 可以想象让我呈现两座山 所以我经过我复杂的修改修改 修改在检讨之后 成为这样 这样 你眼里也可以看到这个动性跟这两座山 是不是 我们以前想都没有办法想的 现在AI就是已经可以帮我们做这样的这个 帮我们完成我们的理想 这个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我们很多人都照大陆的小房去拍照 在这个山坡上往下大概顶多 你用镜头大概是这样 再多出来的话它就很凌乱了 只能截起这样 那么现在呢 我们可以借着这个AI 能来把颜貌的呈现更宽广一点 这些就是AI把我们做的 这一张看起来也很普通 我想很多人都不会想要拍 我在这个西罗大桥的这个沿岸看到这样 所以我说你学这个AI影像的时候 你必须要懂得跟AI来对话 除了原本的摄影之外 你还可以拍一些 它听得懂的 我当时看到的这里是 下行的样子 这是下行的样子 所以呢 我让它呈现下行的味道 这一幅画面绝对是只有我的 因为我没有让它来 来呈现 这个 这个不是用我的指令 而是用我的原稿 来处理再修改 所以学AI之前 你的摄影的表现技巧 一定要再更精进的 摄影学会 摄影的这个 这个课程 你一定要多上 另外活动效果一定要更精进的 不然的话 不然的话 你这一张你没有办法想都没办法想 那这一张是完全是由这个AI影像的呈现 我刚当时要就是要水箱的这个图像 但是他给的是一个普通的 经过我的修饰之后 再整理之后 大概变成这样 但我还是希望 完全不要由他的这个AI影像的这个成像来影响太多 不要改变更多 我从这个这个这条路里面 这个小小的弯曲呢 让我想象如果这里把这个这个船的位置往后 以这个地方的路呢 从这边转过来的话 应该是比较不错的 当时我是这样想 结果他给我是这样的 这些船都往后移了 这一条是这样的 所以当落的人他不会想像我 像我没有我这一张 我有这一张 这也是经过修改修饰 再成为下雪的这样的味道 那么这个也是网络的 那么因为场景不够宽阀 让他气势大一点 那这一张就是在江西的这个国阳湖附近 那么后面的这也是好像是海啊 这个这个湖的样子 但是呢 我认为这部分的这个鸟呢 全部都跟这个重叠 好像画面呢破坏的太厉害 那我想让他呈现好一点 就是成为我的理想 这一些鸟都要呈现出来 前面这一些上面这些 中间这些都是全部 这些都是刚刚原来的 有没有在这里 都留保留下来 后面的全部把它指清 这就是AI能够帮我们做的相当相当多 好那么谈到这里我想要给各位做一个 啊一个说明啊 以前呢我出去我当然是带单领的相机 我目前也带了 但是我曾经有用过很多很多的这个消费型的相机 啊七八台 消费型的相机是这一类 像这一种是消费型的相机啊 那么这一类呢 现在我用七八台都没有用 我现在改为用手机 因为手机目前它的它已经可以帮我们解决很多 但也没有办法做到 第一个是背数 第二个就是轻巧 你要拍好照片当然是要用带领相机 大的这个CCD 但是时代在进步 目前有很多 手机就是相当不错 我要到日本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什么这个仙台 第二次今年第二次到这本身 到我女儿那一边住 他的十三楼往西只可以看到这里 这里一个尖尖的这个小的东西 手机的广角镜头只能拍拍成这样的画面 那我用十倍再加一百倍的这个 他的光线是十倍 他的这个数位以上是一百倍 所以就这样 那么同一个同一个时间 我在往另外一个角度 这个这个地方是这样 我现在往这个角度 因为是黄昏 所以我看到这里有个光点 这也是广角排的 我用十倍的时候是这样 广写十倍 那我用一百倍的话 把这两个钟油拍出来 我不是在 我现在不是在做广告 而是说我现在出去 有时候呢 是用这个相机 这个手机 那么我现在来告诉各位 就是到日本的这个仙台附近的 这个张王的一个 像是那里是火山嘛 火山口 我们那一天去的时候 风下的风很大 所以我们在车上都没有办法下来 那没办法下来呢 后来赶紧下山以后 在车上往外拍 所以就这样啦 这里都震动 条件不好 那么我用的是这个 我拍的就是用 这个 应该就是用这个 动画的 做动画 录影 我用录影拍照 摄像录影 那么拍照的时候 回来结起 我让他 让他 呈现好的天气 你可以看到这个部分 这些都是一样 这比较凌乱 这会我把它放弃了 就这样 那么从这里呢 就可以了解 原本天气就这么的恶劣 所以这个解析度都不好 现在的这个 活动效果呢 它可以帮我们 处理的更好 也要影像 就是为了帮我们做这些事情 那后来我想 当天是很冷 那如果下雪怎么样 下雪的时候如果 写不要那么多 稍微缠写一点 按下就不错了 那后来我看到这里好像有一个 祠堂的样子 如果这里再来挖一个祠堂 可以吗 挖祠堂 那么以前我们在做导影的时候 活动效果是很容易做 就这样一导影就好 但是如果要原型的导影就难了 这些就没有那么自然 现在AI你挖了这个的话 它的导影会给你呈现的相当的自然 你绝对看不出来 后来我想既然这样的话 给它来一个夕阳 夕阳要有太阳 太阳要有导影 这AI都可以这样让我们呈现 如果你想象的话 从这一章要变成这一章的话 只有AI才可以做到 活动效果还是没办法 要做的话要花很长的时间 好 那这一章就是在台中的这个歌迹院的前面 我那有一天在那一边做那个户外教学的时候 那我看到这一个地方 好像我到希腊去看的那个神殿是一样 所以呢 我来用神殿的这个想法 让它呈现看看 让它呈现看看 就这里 是真的 这个 是这个 没有错 这里的图像 是一样 没有造假 是真的是这样 它马上就按照我们的理想 来呈现这个神殿 那么到这里呢 我想也是快了八点了 刚好一个阶段了 李老师 老师 是不是可以先休息一下 好 没问题 谢谢老师精彩的上半段的分享 那我们现在的时间是七点五十七分 我们老师我们八点顶五分回来可以吗 好 好 没问题 那各位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上半场的聆听跟参与 那我们这边给大家有大概七分钟足的休息时间 那我这边也无厌其烦的 再跟大家推广一下目前全球摄影员地有在活动的内容 就是我们1月16号到23号有一个冬天的日本 东北 影山温泉三四 战王宿兵还有指尖县八天的行程 我们的行程基本上 住都不会说每天住不同的旅馆这样子拉车换饭店 我们大概都是一个旅馆都会住二到三天不等 那么再来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吃 一定是吃好吃饱 餐费都含在里面的 日本当然要给大家吃好一些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车子绝对是可以让大家拍好拍满的 也不用做大动物工具 也不会考虑到游览车公司的问题 所以有兴趣欢迎参加1月16号到23号 我们的日本影山温泉指尖县的摄影团 八天的行程 那这是我们目前最新公告的 应该还没有在全球摄影员地的LINE社群里面 搞不过也快要了 先抢先曝光 1月2号到13号 我们有一个孟加拉12天的行程 以往大概只有9天 那我们去年1月份孟加拉的行程 我们只有安排9天还是10天的样子 但是我们的主轴只有在打卡周遭 就是它的首都附近 那由于我们觉得每一次去都要有不一样的元素 不能老拍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们真的很认真的跟我们的窗口沟通 我们的窗口是孟加拉应该算是最最最最有名的摄影师 叫Yusuf 他是孟加拉国家摄影学会的副主席 常常用孟加拉的照片在国际沙龙 屡屡获得大奖 那我们就请他们的团队一起 我们来合作 所以他们绝对绝对对非常知道很多私房景点 还有不同的拍摄角度跟地点跟画面 所以我们这次是跟他们合作的 那我们的第8次到孟加拉了 那达卡首都住四星级的旅馆 陪孟加拉那孟加拉住五星级旅馆 一定给大家住好吃也吃好 那方便的话一定会给大家吃和口味的中式料理 不会餐餐都吃的很随便或者是很固定 那桃圆高雄都可以出发 那只要去全球摄影原地的团 我们一定每一团都会派领队 还会让合法的旅行社成办 因为唯有合法的旅行社成办 每一次的旅程 消费者才可以获得法规的保护 旅游定型化的契约的圈例 重点是为了保护旅客 还有我们在旅游责任险 还有旅游责任险的方面 再可以帮大家做好做足 多一层保障 那2月2号到15号 杨文博老师冬季挪威14天 那当然我们后面的挪威团 基本上我们都希望 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罗浮敦群岛之外 我们希望还可以再加上 塞尼亚岛 就是不同地区的岛屿 那是个半岛 那还有不同的主轴 比如说极光之都的夜景 还有教堂 还有甚至是相机 或是空拍相关之类的画面 还有相关的随时摄影 都希望可以让大家在这个旅程当中 可以把它拍好拍满 那我们每天会判断 拍摄点 因为天气 极光 风向 海浪 月向 星空 每天都不一样 那我们这个是非常专业的在做判断的 那还有我们的车辆 绝对是我们自己能掌控的 不会说不好意思 今天的用车时数到了 那虽然现在极光满天大爆发 但是我们的司机要休息了 请大家自己想办法 在旅馆的门口拍吧 这种事情 绝对不会发生 我们一定让大家排好排满 我们的挪威团 冰岛团 都是这样子在操作的 OK 不是跟一般的旅馆团不一样 那B团 也是杨文博老师 二月十六到三月一号 如果你参加两团 除了一共可以获得一万元的优惠之外 你的机票扣掉你的住宿 因为你省了一段机票 大概可以省两万七到三万不等 所以这样前后加总可能就省了快四万块了 如果你时间是够的 我建议你可以参加A团加B团 或者B团加C团 冰岛我们是走的是冰岛南部的一些经典的行程 每一个点我们都会住两个晚上 第一个避免拉车 第二个增加出景的几率 第三个顶光时间 我们可以好好的在旅馆 无眠休息 我们在白天跟晚上 天气好 天气好 风景好 我们就认真的拍照认真的憧憬 好 再来C团 穆子老师 3月2号到13号 挪威 三尼亚岛 洛福敦群岛 激光之都 12天 那由穆子老师带领的 呃 这一个呃 呃 就是行程 除了以相机为主之外 老师擅长的还有公拍机 还有手机的教学 所以我们会免费赠送六堂的课程 那包含 由穆子老师亲自带队 那一样 绝对是呃 呃 呃 车不受公司限制 这一点对于摄影团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3月21号到4月6号 那我们是由非常非常专专业分工的团队去组成的呃 呃 呃 除了这个摄影指导 呃 呃 那我们每一车只搭乘三位旅客 让大家做得舒适 还包含了伊索比亚国内 两段的国际 呃 国内机票 可以帮大家省时 那桃园高雄都可以出发 那当然只要去 只要去全球的团 绝对派领队 绝对有合法的旅行车承办 为了要给大家更有质的服务 欢迎大家参加 那广告一下 在10月2号 可以推广一下 有我们的杨比比老师 在晚上的七点半 会进行一个公益讲座 那主题是 Adobe的摄影方案 老师觉得 有许多人都有相关的 一些Adobe相关的问题 就干脆一次 用一次公开的机会 跟大家来做介绍跟讲解 那最后呢 呃 我们的群众摄影园地 有一个线上课程 是由我们的张志达老师推出的 在10月多 即将进行下一期的课程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请扫你的QR Code 加入我们的Line的群组 我们后面也会在全球的社群 跟大家做推广跟报告 最后最后30秒的时间 呃 感谢大家上网 听今天的公益讲座 那如果你还没有加入我们的Line社群 请扫描左边的QR Code 如果你还没有加入我们的Facebook社群 请扫描右边的QR Code 或者是在Facebook里面搜寻全球摄影原地 那我们里面 下的Line社群主要会公告 与摄影有相关的资讯 那FB的社团 欢迎大家有好照片 好作品 好影片 欢迎在里面分享 好 老师我这边报告完毕了 那请问一下 那江老师有回来到现场了吗 老师 好 好 接下来这一张 也就是说 有一次在路边看到这一个 这个好像是四根 学了这个AI影像之后呢 最大的这个想法就是说 当你看到一个东西的时候 你要先有想法 这个我看到的时候 或许很多人都不晓得这个是什么 但是我第一个直觉 它是一个枯数 所以我用这个枯数的概念 真的是变成这样的枯数 那这样的话 我们以往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创作其他的 比方说这一个地方 他已经可以做很多很多了 这已经是第一个 第一个给我们实现的场景 从这一张的概念呢 我就变成枯数 那么接下来我想 让它变成一个公园 春天的公园 可以吗 就这样 这一棵树 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的造型 就可以了解 是真正是这个 这个枯数去做的 那如果再从前面的这个去看 就了解 是真的都是同一个东西出来的 所以这个就是说 AI呢真的是很恐怖 我说恐怖是真的是很恐怖 但是我们如何去驾驭它 如何去把它当作我们的攻击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 那接下来我就开始来把 今天要给各位看了几十符的作品 其实这是只是一部分 那么这些都是AI帮我们成像的 是由我的研稿 然后再加上这个AI的这个 帮我完成我的理想 这是在应该是在这个澳洲的一个公园 清晨我去拍照的时候 这里是我看到这个是非常不错的花圃 拍了之后呢 那它这里全部是草皮 我让它这个部分呢 来把它呈现一些 呼应的一些 紫色的花 那么就成为这样的画面 那这个是在纽西兰 其实这是他们牧场 牧场是很单调 像我们的运动场一样只有草皮 那么我让它呈现一个 原始的一个 一个野外的场景 那这个也是 这个是在纽西兰拍照的 那么这一些鸳鸭是在厨堂 那么让它呈现在 在纽西兰的一个环境 像这样的话 都是在其他的地方 在动物园拍照的 让它呈现在一个雪地上面 那么AI影像在呈现夜景的时候 比我们拍夜景还要好 一般来讲我们拍夜景 通常只能在这个灯光的附近的一些亮光 其他很难呈现 只会你用的是这个 比如说长时间的曝光 但是呢 AI它帮我呈现的 它是更加的理想 细节它都帮你呈现了 我们要做细节的话 可能要花很多时间 它这里呢 细节都呈现了 这飘雪的时候 飘雪的时候 飘雪的时候 这个山谷那里拍到一些造型不错的 一些沙堆 让它变成一个像大峡谷的味道 这些照片都是跟原来我们有的照片 有指令下来的 或是我们自己拍照的 都相差的很严 都是凭我们自己的指令 我们自己来 凭我们的想象 来给它做一个搭配 就是把AI当作我们的工具 我们一定要是这样的 而且这一幅照片出来 绝对没有人有 绝对是独创的 像这些地方绝对到不了 你绝对没办法 交通啦 什么都没办法知道的 像这样的美景 如果我们这样美景 要去拍的话 也不一定有这样的一个 云海或是季节 都不能像这样的搭配 那我们就是用我们的想象 就是在这个一步一步的来完成 当这个地方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境 绝对是到不了的 你绝对不能到这里 这一幅照片看的那么简单 但是你要拍这样的话 你要有登山的经验 这个真的是不容易 这是什么东西 你能拍摄的东西 你是 lung转的吗 我是看得到的 可是我听到你 有点不明 我拍摄的东西 你拍摄的东西 我就拍摄的东西 我拍摄的东西 是看得到什么 但是我拍摄的东西 你拍摄的东西 你拍摄的东西 就不得到什么 像这个威尼斯,我也去了好几趟,现在30趟,但是呢,我把它变成一个超现实的一个,一个文威来创作的。 谢谢大家。 以这一章来讲,你为什么要还要拍,要写这个PS,就是Photoshop,因为它给你的颜色不是这样, 那你在修改的时候,按照你的这个色彩的经验,这一章是要这样的一个,这个设计才是达到你的理想, 在深一点,在浅一点,都不理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这一张照片,这个地方你要在这边拍,除非你是用空拍机或者的话,你没办法好,没有,没有办法站在这附近拍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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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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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这一张是最近到美国的黄石公园 黄石公园的旁边还有一个青春的国家公园 那么我们去的时候 上面还有一船雪 但是在旁边也拍到这样一个西部的建筑 那么回来啦 因为不是冬天嘛 所以我用从那边去的概念 然后呢 回来就成为这样一张这个 Title的这个国家公园 冬天的味道 这黄石公园的旁边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这是彩色 这一张是用黑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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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日は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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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